川普帶著妻子參加晚宴 再提自己躲過兩次暗殺是天選之人 上伯克節目 川普指責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沒能阻止戰爭爆發 還讓美國花了640億美元軍援 賀錦毅則是在威斯康星州造勢 說川普提到三年前的國會暴動 居然還敢用有愛的一天來形容 一講完台下觀眾許聲滿滿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 澤翰華茲在北卡合體 柯林頓批評川普專門製造混亂 目前川赫民調出現死亡交叉 川普在喬治亞亞利桑那都為伏領先 賓州雙方咬得很緊 賀錦麗些微領先百分之零點三 一彎富豪投資人朱肯米勒 從金融市場反映 預言最後將由川普勝選 讀盤也全部轉為壓住川普陣營 體育部的新聞綜合報導